10月份黃大仙第一階段的右蚊指數是4.7 9月份是11.1 是否比高峰期跌了很多 是比高峰期跌了很多 高峰期我記得是20多 近來的指數來看 內部得到的消息應該是零的 因為接下來應該踏入秋冬季 正常指數應該會低一點 我都知道食環那邊也在獅山公園裏 加了8個蚊杯 暫時得出來的結果數值應該是零的 怎樣看回獅子山公園近日重開呢 重開之後我都去看過 康文署那邊的同事 其實他們處理得非常之好 當然還有一些椅子或苗圃那邊 還需要遲一點再來維修 燒烤牆其實星期六的時候已經開了 亦有市民在燒食 只不過我見到有些同事 應該是在做燒烤爐上 由之前四邊有鋼板 現在收到一些投訴會辣人 現在改為用雲石 在做一些維修設施 與左邊有雲板的誰 以及這次做燒烤的 故事 照片 海蝦 禁慈 在中國 有些善 前面